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 回来的手游的小罪突袭困难模式 反正每天玩三次 都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有这个秘技 秘技的碎片 都是和别人匹配的 两个人 对方是36级 我才34级 等级也不用那么快升太高 因为你现在前期就打得不是很好 什么英雄什么都没有 打得太高等级也不好看 什么英雄都没有也不好看 而且技能也不全 等后期慢慢好起来就再打 像那个 像那个有经验的那个我都不去都不去练 直接是打金钱还有打生亂那个 准备放火盾 就这么一个小队长 还要浪费我一个火盾 好 这是白白出现 那个盼子换了大招 超费 没碰到白 漏盾 战车 准备 准备 风火盾 没碰到 呀 这个连招第二 最后一腿伤害也是挺大的 一个大招 两个人的大招应该是把它解决掉 不然又来波 哦 哦 再部长都跑出来了 再部长应该是那个什么波之国那个任务里面的 小队突袭就要打这个 准备随时换大招 准备随时换大招 哎呀 一个没打到 亏了 这个漏盾还真能滚 哇 超费还挺稳的 一个先是一个手掌拍过去 再整个身体变大 漏盾 来火盾 没碰到 他那个漏盾应该 也有大招 哇 好大一只脚 还是又来一波 准备千秒一个 哇 他好像倒下就会跳起来 这个白也跑出来 现在应该是最后一波 没多少血应该是加了一瓶血 没有打好几波 哇 他也换大招了 看吗 先打死一个在手 来个千秒 哇 我对 赶紧 赶紧 起来都来不及了 哎呀呀呀 两倍就加 我被再不断一大刀 砍就不 没碰到应该就剩一个白了 他就剩一个血 准备一放一招 但是现在平均能没有配合 他就剩一条血了 来一波 再来一下就死了 直接 用水推 推 应该是过去的 会破关 困难模式是比较难打的 但讲的不多一点 为了获得密集 所以说这个小队突袭就好每天打三次 前三次 第一次一百 第二次两百 第三次三百 后面就要一千 好像第三次 第四次的那个铜钱就要很多 这就是打白吧 看了这个镜子就知道了 这任何地方李洛 李洛克 火灯 他先把小兵解决掉 因为才会出bots 就是了 医疗忍者要先把医疗忍者解决掉 什么就是医疗 这张图案就是锁定在这个画面 不会移动 我应该是被白控制住 在白的镜子中间打 准备留个大招 就等着白出现了 李洛克放大招 我也放大招 两个大招配合在一起 直接意料轮子还没挂 挂掉了 现在boss出来了吧 我放大招了 这把应该是没有那个 赛部长啊 就是 这是白的那个秘技吧 动画片里的大招 先把医疗忍者解决掉 要不然打他血 马上又恢复上去 先把医疗忍者解决了 要不然打他血 马上又恢复上去 他又换大招 李洛克直接乱换大招 其实这个 就只要看地板上没有蓝色的 出现在地方就安全了 还有蓝蓝色的那个伞 出现就比较多有危险 火灯 这个颜练技 最喜欢用主跳售的火灯 哎呀 这什么什么招 又开始 只要躲地板上の蓝点蓝点出现 就不要跑 看来太快了 快到地板上racements 我爬回头一下 哎呀 这段巧妙的躲用软法我西安 就 defense 给他 inevitに chter 对 scenarios Hong Kong 以为 这段 transitioning 一下 最後一下把他跳起來 他又換大招了 躲開點 躲開點 躲開藍藍的地方就安全 他又快死了 還要換個大招 已經死了 最後打一把 這一把應該是300 應該不會都是打白吧今天 今天打了兩次白了 然後這回是天天 狼顏回憶 33級喔 比他還高一級 匹配的基本級別就三差兩級左右 上下兩級 三差兩級之內 天天的級別還挺遠的嘛 連招也挺好運的 其實這個陰性是這個 忍者碎片也是好多地方可以拿的 他又是打白 白又出現 哇 大招 天天的大招 我先冒頭 亂一大把 飛刀亂飛 飛刀亂飛 也沒打到這個 就撞牌了一下就死了 應該還有兩波啊 還有一波 又是再不長出來了 這種這種這種暗暗的情況 這個地圖應該就是在那波茲橋大橋上 波茲果 一個火盾連個千秒 然後再配合千千的大招 直接大招連大招一起連 很帥氣 閃一個火盾在不長 就算五條血了 應該等下會白河 就是再不長再一起出來 就是還有一波 把這個再不長殺掉的話 還有一波 哇 大招 不用換大招了 等最後一波 最後一波出來 就可以換大招 再不長殺 也換大招 直接大招把兩個BOSS都推過去 有點卡 現在他們打就再不打 只要他們兩個抓就一個打就好打 有大招了準備躲到一個地方 看到好一擊 一個大招刷到兩個人 然後天天也換大招 我的火盾噴錯變了 我們兩個大招解決戰鬥 我們兩個大招解決戰鬥 好 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點訂閱 或者點贊 每天這個都多玩 我們來聊聊天 今天我們來聊聊天 不停 我們來聊聊天 可以跟我們聊天 嗯 我們來聊天